觀自在菩薩行心般若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穩皆空,道一切苦握 剛剛我念的 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頭幾句 在香港大嶼山,有一處景點 正正以心經打造 它就是位於鳳凰山腳 離天壇大佛無多遠的心經簡臨 心經簡臨 由三十八支木柱組成 上面刻了二百六十個大字 是國學大師姚忠兒的墨寶 劉麗的書法 歐勒出唐玄莊法師在精管二十三年翻譯的 《波野波羅蜜多心經》 木柱依山而見 由上面看下來,似個八字 更準確說 是代表無限的這個符號 象徵無限、無量和無常 心經簡臨 是姚忠兒送給香港人的禮物 1979年 65歲的姚忠兒去泰山旅行 第一次在摩崖石刻 讀歷久不須的金剛經 令她萌生在香港打造類似景點的想法 她將這個念頭記在心裡 去到千禧年的時候 姚忠兒花了兩個月 用一種游合底書 算書和簡白書創作的新書體磅書 在四尺長的大宣紙上寫出心經 後來香港爆發沙士 社會經濟低迷 姚忠兒將心經送出 免勵香港人 還獲香港政府製作成心經簡淋 如果大家細心留意 會發現三十八支木柱當中 有一支沒有雕上任何的文字 書立在山坡最高柱 這個刻意留白的位置 象徵心經的要義胸 令人通過對胸的感悟 放下對身外物的執著 達至深無掛愛 下次大家來這裡那陣 不妨細心欣賞國學大師姚忠兒的心意 下集見